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大人 按照您的吩咐 银语楼之前掌管的码头和交道 全部移交给和阳当地的商会 以后就让他们统一管理 很好 这段时间大家忙进忙出的 功劳人人都有 今晚县衙设宴 犒劳大家 谢谢大人 来 各位 他日朝廷赏赐 我定不会忘记大家的功劳 这杯我敬大家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大人 您刚才那句话严重了啊 得欲大人 您 乃和阳百姓之福啊 也是我辈之幸啊 那是 敬你一杯 公子 找到了 先放二汤 我一会儿再仔细看 是啊 来 咱们接着喝 来 来 大人 亲爱的大人 喝酒 谢谢 谢谢 套上啊 大人 劲呢 喝多了 小姐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房间吧 不 不用 不用 我送 我送 黎曼姑娘 你就让大人送吧 小姐 送你回去 大人 慢点啊 来 来 来 我看呀 大人这一去 怕是回不来咯 来 喝咱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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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个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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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们会上钩吗 如果是那幕后之人亲自暗插的眼线 一定担心协山巨舍中 我又指向他们的线索 我相信 一定会心动的 相处这么久了 真没想到他们之中会有间隙 别多想 很快就会有答案了 不过说真的 你刚刚那样 还真像一个喝醉酒的急色鬼 那就做起做全套呗 说不定此刻 正在门外偷看呢 潘大人说得很有道理 考虑周全 那我也得好好配合不是 来 来 来 你们慢喝啊 什么年纪了 我得回去休息了 老主布 要不要找个人把您送回去 不用 慢慢喝 真不用 真不用 不用 你干吗去 人家老主布岁数大 你岁不是也大 你给我喝 快 我 我 你快快 人有三级 我去去就回啊 去去就回 去去就回 去去就回啊 我听说过是水盾和土盾 还第一次听这尿盾的 来 老师 咱俩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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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收网了 东哥 起来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大人 怎么了 今天晚上 有重要政务失窃 窃贼就在你们当中 此人 正是县衙的奸细 谁是奸细 一搜便知 给我搜 奸细 这 这 这 不是 这是 是啊 这可是 这怎么有奸细啊 这怎么可能 这 啊 这 啊 大人 证据确凿 拿下 啊 大人 不是我呀 带走 走 不是 怎么回事啊 你要够老还乡 这老朽年迈了 眼花二龙 干不了什么事了 我这现在就想啊 野落归根 也好 这些年 你也算是尽心尽力 我会让人结清你的月份 厚赏陆资 保证你 晚年一时无欲 妥协大人 对了 那刘不快怎么样了 毕竟是压力共事多年 这 这老朽这心里啊 真是不太好受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做错了事 就要付出代价 大人教训得是 我会让你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老东西果然藏了一手 杨茜茜 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看来 你们早知道是我了 你的确谨小甚微 只可惜 终究逃不过潘大人的双眼 都给我起来 今天晚上有重要政务失窃 看来你们的潘大人是算无一策呀 我是齐讯一筹啊 绞出所有东西 输出墓口主使可以饶你一命 好吧 你先干什么 在我别动 落手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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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通敌国 暗通敌国 他们以河阳为据点 以慈福为号 进行联络 小女子在京城 速知廷尉府 杨大人之名 大公无私 从不结党 故携信求求 望杨大人 波容彻差 小女子会在河阳城东望月桥 恭候杨大人 其余内情 见面细说 这就是我爹当年收到的举报信 想来说山剧 派雇杰杀了你爹娘之后 才查到了这封信 我猜 他定是想给自己留下些后路 所以才没有把这信 交给那幕后之人 没事吧 没事 我就是想到 我们一家人命运的转变 就是从这封信开始的 我就有点 如今这信 又回到我们手中 想来是冥冥之中 我们要替你父亲 完成他为敬的心愿 主人 臣长远到了 嗯 大人 这是青岩往来的账目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竟然让一个矛头小子插到头上 搞得误会人亡 河阳的基业 毁于一旦哪 是我们办事不立 请大哥责罚 我们结拜的时候说过 要福同享 有难同当 卓山巨 卓山巨死了也就罢了 你追回了账本算是将功不过 就在我别院住 就在我别院住下吧 谢大哥 不过 我儿子还被攀越积押楼中 还请大哥出手相助啊 大叶江城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为了抓住奸细 让你受苦了 我知道大人是有意的 我是露出什么破诊了吗 那倒没有 灯会暗的时候 县衙刚介入调查 便有人暗地里散布假恶交 蛊惑人心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觉得县衙里面有奸细 抓了雇佣之后 我怕奸细从中作梗 我便暗地里调查 老主播 非常时机 这没有大人手遇 谁都不能进去 这新大人才来多久啊 你就一口大人一口大人的 怎么着 那新大人的丫头啊 雇佣被杀后 我便开始怀疑老主播 可惜 没有直接有力的证据 那天夜里 你请我们喝酒 老主播 先回去休息 我本想暗地里跟踪他 你干嘛去 人家老主播岁数大 你岁数也大 可是陈三叫住我 跟我说话 我追出去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踪影了 哎 反而最后 被他栽赃陷害了 那你怎么不替自己身变 大人深谋远虑 肯定已经在布局 我只要好好配合 相信有朝一日 定能水落石冲 刚释放你 就开始变着花样拍马屁了 哪有 这都是我的真心话 属下以前 一直没有遇到民主 希望日后大人多多栽培 属下一定干脑涂地 还有一种 老板 乎一梵 这根 写信的人很小心 没有透露任何身份信息 不过也是 十年了 要通过一封信找人 也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 怎么 这个望月桥我知道 很多贩府走卒 都在那里歇脚 关键就是 这人多眼杂的 这个如此谨慎小心的高明人 为什么要约在那儿呢 事出反常必有意 我们去那儿看看 这里人来人往四通八达 的确不是一个 可以密会的好地方 你看那边 好看啊 是吧 你看那儿 来 他选择这里 不是为了街头 而是为了暗中观察 以侧安全 这不是潘大人和上官小姐吗 二位是打家啊 还是住店啊 我跟大人出来踏青 有些口渴了 先计划好茶吧 好嘞 二位稍坐 掌柜的 你这儿是家老店吧 不瞒您说 我这呀 是祖上传下来的生意 在和阳啊 都开了几十年了 掌柜的 我想跟您打听个事 山官小姐 您尽管问 我姐姐呢 她十年前离家出走 从京城来了和阳 但是写了封信 信里描述的窗外景色 跟你这儿十分相似 后来她就音信全无了 我是想问问 你这儿有没有什么住客名册 我想知道 她是否真的来过这里 十年前 京城来的 小姐真是说笑了 十年前的名册 如今哪里找得到啊 这 我 掌柜夫人 我这脾胃脱感不适 可否帮我热碗热粥呢 好嘞 没问题 我这就气 掌柜的 你刚刚可是想起什么了 山官小姐 你姐姐十年前 我应该见过 听口音 应该是京城来的 她说她姓商 就住在天字五号房 差不多住了一个月吧 这事情过了这么久了 你怎么会记得如此清楚 想忘也忘不了啊 这位山姑娘啊 长得实在是太美了 我就从没见过 这么美的女子 我娘子是个杜妇 我就多看了几眼 她就跟我吵翻了天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总拿这事说我呢 你刚才说 她写信说外面的景色 我便猜 肯定是这位山姑娘 她那时候 天天在这二楼喝茶 天天看着外面的望月桥 好像在等什么人似的 那你知不知道 她后来去哪儿了 后来 她在对面街 租了一所宅子 平时在一个茶房里 帮人泡茶谋生 唉 好好的一个美人 可惜了啦 她是不是出事了 九年前 在何阳 出了个远见闻明的案子 叫 天师父我案 她就是其中 八名死者之一 你 潘大人慢走啊 慢走 你瞧瞧你刚才的样子 你怎么了 刚才听你说的这个案子 就感觉你不太对劲 天师案发生的时候 我刚来何阳一年 那个时候师父还是县衙的武座 我跟他去过杀人现场 虽然当时看不明白是为什么 但是我见过很多人的死状 那个时候天天晚上都做噩梦 甚至好几个月都不敢一个人出门 这么邪乎 你听说过 一个人为了成仙 可以杀人献祭的吗 重点这个案子最离奇的是 凶手死了 可是他选择的目标 却依旧不停地被害死 走 回县衙找卷宗看看 嗯 大人 在这儿呢 刚才还挺帅的 四月十三日开始 和阳先后死了八名女子 死状可不分别 死于八个方位 暗和乾坤训阵坎梨更对八个挂响 这 这是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这八十都这样 刚才 这声音信的啥呢 最后来 都还好 快 这儿 就是这儿 这些人陆续死后 和阳人心惶惶 女子皆不敢独自出门 山姑娘被铜水活活烧死 我亲眼所见 没想到 她就是给我爹告密信的人 也没有想到 是改变唯家命运的元气 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一定会找到幕后凶手 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当年县衙调查 有什么结论吗 这些女子在三个月之内 陆陆续续被杀了 凶手既不涂彩也不涂色 跟灯慧案一样 死者之间都没有关联 但是比灯慧案复杂的事 他们死状都不一 都找不到一件相似的力气 但有人说曾经在杀人现场 看到过凶手的身影 依稀是一名洛云门的弟子 传说他为了成仙 找了八名女子作为祭品 洛云门 嗯 洛云门是一个民间的门派 长教叫薛剑离 对 他是一名和阳的高士 一开始呢追求的是修身修心 可是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就打起了修仙的旗号 他门下有一名女弟子叫洛哀歌 洛哀歌天赋异禀 残破了很多古籍的修行之术 他很快便成为洛云门 与薛剑离并驾齐驱的人物 颇受和养百姓追捧 因为有证人来指认 信仰的人上门搜查 果真在她的房间搜出了一本秘籍 上面写着所谓的成仙之道 利用八个卦象 献祭之音体制的八名女子 便可飞升成仙 密集记载的方式 跟八名死者的死状完全相符 那凶手岂不是显而易见吗 反而更加扑朔迷离 因为在第一个死者出现之前 洛哀歌就已经死了 死因是金丹中毒 洛云门一众信徒 都去参加了她的葬礼 已经死了 却被人看到出现在案发现场 所以之后就出现了 天师复活杀人的传说 不过确实八个人死了之后 再也没有类似的案件 所以县衙呢 就以天师复活杀人为由 草草结案 如果这些就是卷宗的全部内容 当年结案未免也太过草率了 我们很难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 也是 找我师父呀 他是天师案的武作 这么离奇的说法 以他的脾气 肯定不会就此罢休的 你师父如今何在 他在城郊摆小生家 咱们明日去 好 大人 您找我 天师复活案 这不是九年前的案子吗 你去查问一下死者家人 找到死者的尸体 已经过去了九年 应该不易 需要你多伤心 是 大人 手下一定竭尽全力 好久没见师父了 也不知他身体是否还硬了 你快一点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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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出门去了 这大门也没锁 应该在附近吧 那你先坐 我去找他 好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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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死你这个 你 你 我打死你这个 你冷静一点江湖座 我打死你 你冷静一点你 我打死你这个夫人 别打了 我打死你 师父 我别打了 师父 我打死你 师父 我打死你了 师父 别打了 别打了 我打死你这个夫人 别别别 师父 师父 别 我打死你 你误会我了 我打死你 你还来呀 还得很疼吧 还好 师父 你怎么不问青红皂白 上来就打人啊 你这丫头 发生了这么多事 你也不告诉我一下 我没拿到捅他 就存客气了 我本来不是打算说吗 这还没开口 你棍子就上来了 丫头 过来 你自己拿着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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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你跟这小子 现在什么关系 就那样呗 那样 那样是哪样啊 师父 我跟你说 他现在跟郡主有婚约 他不信不出地 让你跟他在一起 在别人眼里 你 你是什么人了 刚才都解释过了 他那样做 是为了调查幕后主使 我不管什么原因 他若是真的问你着想 自该先处理好这些关系 再跟你在一起嘛 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嘛 你呀 你呀 哎 好了 好了 潘大人 老夫方才 冒事啊 别颜怪 江 江五座 没什么都是误会 啊 江五座 以后您叫我攀岳就行 你们方才说的 天师复活案是吧 哦 哎呀 这个案子 当年确实是我惊的手 不过过去这么多年了 各种细节 我得好好地回想一想 才能跟你说得明白 没关系 你慢慢想 不急 哎呀 不过 哎 我还答应隔壁相邻 今天交园子 没事 我去就行 那我跟你一块去 哎 哎 丫头 天师案 我已经很多地方记不清了 丫头 你还得 帮我回忆一下才好 我自己去就行 你跟你师父好久没见了 好好陪陪他 嗯 去吧 好 哎 哎 哎 把门关上 哦 好 好 师父啊 吃完饭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天师案呀 我今天有点累了 明天再说吧 今天晚上 你们就住在这儿吧 啊 丫头 你不是喜欢住冬头吗 我把东边那个屋子收拾出来了 晚上你睡那儿 谢谢师父 你喜欢住冬头啊 以前那一桩养成的习惯 我就觉得 如果每天醒来都能睁眼看到太阳 我才觉得自己是个和人 哎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没必要告诉你 哦 哎 丫头 嗯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五香玉土芽 多吃点 好久都没吃到了 是不是特别好吃啊 你也吃点 吃点吧 吃点吧 好 看来今天晚上睡不着了 要是此时能有一壶酒 睡不着 你也是 出去 好 师父呼声大 我都怕你睡不着 给你准备了这个 还是你懂我 正想这个呢 其实我师父吧 他很通情 达理 很好讲话的 只不过他把我当女儿 所以他关心情妾 我知道 当初你是 怎么被你师父说养的 大家看一看啊 大家评稳里啊 这么小的孩子就学人偷东西 我没偷吃 我真的没有偷吃 不是你吃的 谁能证明不是你吃的 除非你把肚子剖开给我看看 要不然就十倍地赔我赢钱 我没偷吃 还撒谎 是不是 要证明他偷没偷吃 其实很简单 何必剖腹多次一举呢 把他放开 对 鲤鱼和甘草相克 我共识 轻则呕吐腹泻 重则一命无呼 丫头 你敢吃吗 这肯定不出桃呀 干你了 我 我为什么要吃出桃 做局啊 就做得精细点 看看你的袖口 还有鲤鱼红汤呢 如此为难一个孩子 实在令人不耻 丫头 没事了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 求师父收我为徒 丫头 你要是个男儿身也就罢了 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做武座呢 不可不可 你验过那么多具尸体 敢问女子是比男子少了一颗心呢 还是少了一颗胆呢 你事都没试过 怎么知道女子不能 反正后来呢 师父是松了口 他说 只要我能够数清楚尸体身上 有多少根骨头 就是我为徒 那多少根啊 二百零六 这么多啊 嗯 我都不敢想 要是没有师父的话 我现在是什么样呢 可惜师父那样一个好人 被那些恶人逼疯数年 到现在的无儿无女 谁都轻易抚平 没关系 以后你师父呢 有你 有我 我们一起照顾他 给他一样天年 还有小臣跟阿姜呢 到时候我们查清水波纹组织 我们就去找他们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喝酒 不醉不休 我 参与我爹的人究竟是谁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收主 我真的没有见过那个人 我只是在多年前去京城送过一封信 是一家叫刘姬的当铺 客官 大点什么 当多少 一千斤 客官 您这是在说笑吧 这别说是一千斤 就是一两银子也不值啊 你看我们这里妙小 要不 您再到别家去看看 你出不起 就让你背后真正的掌柜出来 你小子是故意来捣乱的吧 来人 快把他给我打出去 我明天还会再来 谁 是 是我 我 弄疼了 是你啊 看你屋里没热水了 给你烧一点 水壶坏了吧 这一个壶值十文钱呢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是谁啊 白小失礼 我想找个人 到天岸海角都能找到 阿江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走也不说一说 与你无关 你走吧 我才不走 好不容易来到这儿 谁也不让我喝一口 就让我走 我不走 装长假 我都说了与你无关 现在立刻离开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别让我离开 我没时间搭理你 我请你立刻消失 我 那丫头呢 我知她出去了 有些话想单独跟师父说 有什么话呀 等等 你叫谁师父呢 说得是 拜师礼总是不能免的 请一次查 叩拜师父 不是 这 潘大人 你 你想学武作 不 我想请您教导我 如何照顾好采薇 我感念师父对采薇的救命之恩 养育之恩 教导之恩 师父待采薇如同起初 因为对我的不信任 才会有昨日之举 我明白师父的顾虑 待到回京城之后 我便会处理好郡主之事 让师父放心 也请师父相信我 以后一定能够好好地陪伴他 爱护他 你 那 你 你先起来做我 起来吧 别老跪着了 你说那丫头喜欢你 我信欲不信又能怎么样呢 师父 我与采薇失散多年 对她的很多习惯了解不深 还望师父以后多多教导 多谢师父 起来吧 你们在笑什么呢 天机不可泄露 跟你们说说天师复活案吧 摇ür 打中文字幕志愿者跟巡演 沐县等下 尚记已成沌 打中文字幕志愿者 enıya 卡丘 却一起筛与创与越岁大大 我们确定彼此要凭多少个眼神 骗过我的时常看 困住你的时认真 过往太重难免挥没入身 还要体会多少次坠落 才能对爱恨从容不破 谁都没问放手那一刻 是洒脱还是软弱 谁是侮辱了心门 是仓皇的不忍 是不敢与你制作路人 挣扎几本红裂 哪怕余孙 却不忘此生 若是草木结理人 若深水皆空门 也脚步也兴盛 只愿不复这相思浮沉 只愿已不复这段 念念情深 虽是侮辱了心门 虽是侮辱了心门 是仓皇的不忍 是不敢与你制作路人 挣扎的不忍 挣扎几本红裂 念念情深 念念情深 请不吝点赞 扎几本